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Sky音乐教育的长笛穆姆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解英国所学家雅各部的摇篮曲 摇篮曲有着宁静和抚慰人们情绪的特质 常常有用英雄入神 所以在演奏中我们要注意乐曲的连贯性和声音的强弱控制 接下来我们来共同探索一下这首作品吧 首先我们看到这首曲子的速度是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76的速度 并不是很快 如果我们演奏的过快就没有柔和和安详的感觉了 把全曲的展现以音阶为主 我们需要在演奏前熟练地掌握F大家的音阶与爬音 此外还有一些音程需要我们单独地去练习 比如说发 叨叨 我们需要用温暖平滑的气息去连接它们 然后在一些音阶的片段上 我们需要注意手指的连贯性 我们需要注意临时的升降号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谱面上的强弱记号 我们要尽力做到这些强弱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如果您觉得我讲得还不错 有任何关于场地的问题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同时扫码添加sky课程顾问的微信 可以跟课程顾问来预约我的体验课哦 喜欢可以点赞关注评论哦